教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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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情趕快做下來 碰到生死的問題 更要 南無阿彌陀佛 那這個世界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你越亂 事情越亂 越糟糕 你碰到事情 不會處理 那你趕快 願諸佛菩薩的慈悲智慧 加持我 讓我也生出了慈悲智慧去面對 去幫助別人 而不是一種吵架啦 不甘願啦 罵來罵去啦 那這個就是自以為是啦 這個就沒有歸一三寶啦 我們歸一三寶 時時刻刻 都要保持這個狀態 今天你去身體檢查 檢查完以後 醫生說 某人 你好像得癌症喔 那時候你就開始 走出去了 醫生說 喂喂喂 得癌症喔 那更要歐馬尼北美鳳 這個時候你就會有智慧去超越這個痛苦 怎麼樣去解決 那你念念以後 兩三個月再回來檢查醫生說 你一定要再檢查 他再檢查一次 換醫生歐馬尼北美鳳 怎麼沒癌症啊 換你歐馬尼北美鳳 你念念幫助別人吧 因為你告訴他最好的方法 所以各位 癌症能不能好起來 太多事實啦 太多證據啦 只要我們用慈悲心 用智慧去懺悔 去放生 念歐馬尼北美鳳 不是光在那邊念 而是以智慧的觀念 慈悲的行回 什麼叫智慧 忏悔啊 對不對 要有空性啊 我之所以得癌症 是因為我自己的業障啊 我自己 我質太強 貪生吃而造業啊 殺生吃肉啊 所以我也有癌症啊 所以我念歐馬尼北美鳳 我就應該升起忏悔心啊 然後努力的忏悔 消除我 不要再煩惱造業了 進一步呢 升起慈悲 那我這麼痛苦 哇 那別人更痛苦啊 那些被殺了動物啊 那些正在地獄的 那麼痛苦無量無邊啊 那些真實在癌症末期掙扎 更痛苦啊 那你 你由無我的智慧而生起悲心 願他們的痛苦趕快離苦啊 甚至呢 願我能夠承擔他的痛苦啊 歐馬尼北美鳳 所以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當你真心相信 南無阿彌陀佛 觀音菩薩 歐馬尼北美鳳 哪一尊佛都沒關係 念哪一個咒都沒關係的時候 那諸佛菩薩就會加持 你應該怎麼想 你應該怎麼面對 但是你千萬不要打電話 開始哭啊 師父啊 要怎麼做呢 那個時候你要趕快念阿彌陀佛啊 你歐馬尼北美鳳 當然你要問師父 那很好 師父就告訴我 好沒有問題 你現在趕快 那你就聽就好 你說不好 那就不用問了 你要依教奉行 你如果直接去問師父問上師 就好像打電話給佛陀一樣 你要這樣想 佛陀可以解決我所有的苦難的問題 那你要聽啊 按照這樣去做啊 你不能在那邊阿彌啊 對不對 不可能不可能 我不要我不要 你要什麼 要癌症嗎 你不能用情緒啊 你不能用情緒啊 所以那個時候 更要歐馬尼北美鳳 讓自己冷靜下來 讓自己也升起悲心 不要怪東怪西 還可以幫助別人 一切因緣都是好因緣 所有的因緣都是祝緣 你賺了這麼多錢 突然被騙光光 這是阿彌陀佛加持你的啊 不然你怎麼會放下 你愛情談得很快樂 突然晴天霹靂 聽說老公外面有小山 又已經有小孩 這像繪花去 那個時候 你要講話 歐馬尼北美鳳 為什麼 找出你的問題 智慧就找出你的問題 慈悲就是 不但不恨對方 還關心對方 智慧告訴你 我太執著這個愛情了 我太自以為死了 我才會痛苦 慈悲呢 外面那個女生比我還痛苦啊 她居然沒有婚姻關係 還生小孩 想必更痛苦 那你要 歐馬尼勁喲就是讓你去轉化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說 惡鬼道念歐馬尼勁喲的時候 她就轉化了 一轉化以後她生起慚愧心 她生起了對佛的信心 她生起對眾生的悲心 請問惡鬼道會不會去極樂世界 她馬上就去了 所以唸阿彌陀佛馬上變阿彌陀佛 坐在蓮華這樣 唸歐馬尼勁喲馬上變成四倍觀音 開始利益眾生 往生者做鬼 她唸阿彌陀佛變成阿彌陀佛 活的人唸阿彌陀佛會不會變阿彌陀佛啊 一樣 如果你一心唸佛 有這個悲心 你就變成阿彌陀佛的身口意 那你就會真實去關心別人 幫助別人 修學佛法不是在求神 修學佛法是要讓自己的 所有的生命 歸命 身口意 完全融入於阿彌陀佛的身口意 念一下 愿以彌陀佛合為一 愿以彌陀佛合為一 我們要跟阿彌陀佛合在一起 不能再扮演我這個角色了 所以叫拿摩 拿摩阿彌陀佛就是要 我要圓滿學習阿彌陀佛 拿摩大悲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不會恨人 觀音菩薩不會罵人 當你被欺負的時候 把你騙光光 你要你拿摩觀音菩薩 讓自己變成觀音菩薩 去原諒對方 幫助對方 而不是傷害對方 因為我自己沒辦法 拿摩自己已經讓自己更痛苦了 要拿摩 要完全的學習 地藏王菩薩 觀音菩薩 學習我們的師父上師 學習本師釋迦摩尼佛 這個叫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所以各位都聽我講過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 女生被斷手斷腳 放在河裡面慢慢流血死 男生呢 除了被殺死 沒殺死的 綁手綁腳 丟在河邊 準備漲潮就要淹死 連續殺了三天 殺不完 那個時候他們在對痛苦的時候 為什麼整個釋迦族都超度了呢 他們對佛陀有信心 他們答應佛陀 永遠不再戰爭 因為不殺身 釋迦族很偉大 不殺身 很多人說 那琉璃王帶軍隊 他們也可以反擊啊 因為他們守戒律 他們答應佛陀 不殺身 不偷盜 不謙語 不喝酒 釋迦族通通守五戒 所以他們沒有還擊 但沒有還擊 他們的夜報來了 砍手砍腳 準備死了 而且 看著太太被砍手砍腳 看著女兒被砍手砍腳 看著先生要被殺 看著兒子要慢慢死了 這種 在最大的痛苦的時候 他們念什麼 來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他們全主的人 至少嘴巴還會唸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因為他們相信 這個佛陀是他們的王子 他們的王子出家 變成佛陀 有圓滿的神通智慧 所以他們一念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的時候 看到本師釋迦摩尼佛在虛空 哇 大家很歡喜 就在那一刻死掉 而且念的時候啊 發覺他們 流血的時候不痛了 心裡也不急了 淹死了也不苦了 為什麼 那個時候一心在念佛 這個叫什麼 釋迦主升天 通通升天 為什麼 他們慈戒嘛 而且佛力的加持 所以各位 什麼叫念佛 苦的時候叫念佛 乃至想到眾生苦 我就在念佛 這個世間本來就是苦 從頭到尾都苦 沒有一點快樂 真的沒有一點快樂 如果你覺得這個世間 還有一點快樂 那就是沒智慧 不會啊 我抱著我兒子很快樂 我拿相片拍我上臉書 我覺得我長得不錯 也很快樂 所以 我發覺別人五十歲 看起來像六十歲 我照照鏡子 人家說我少年了 少年了 哇也很快樂啊 但是各位 這些都被騙了 這些代表騙你的心裡面 你相信這個假象 你在玩假的 所以要時時刻刻看到真相 所以這個世間是苦的 所以佛陀一直跟我們講 觀身不敬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無濁惡事 無純大苦俱 這個世界合起來 你的身體合起來 就是最大的痛苦的俱合 這樣而已 從頭到腳沒有一點快樂 我們所謂的快樂 只是一種苦中做樂而已 哪有真正的快樂 那這一點你要去認識真相 如果你不是認識真相 有人有時候 連頭東西都覺得很快樂 很準 因為他在想說那個很準 就像他們在打高呼球 打高 一桿進洞 哇 請問這有什麼好快樂 我猜 因為一桿進洞 跟他解脱也沒關係 跟幫助沒有 但我一桿進洞 有意義嗎 但是世界的人都在迷這個東西 迷這個東西 就像各位 有時候看到路上 有些人開車 嗯 很漂亮很貴 嗯 這樣 那這樣 那代表什麼 有錢 有錢啊 時髦啊 我比你有錢啊 事實上各位 這些都是很 很膚淺 很幼稚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哪一天一個出家人出來 戴耳環 戴項鍊 你會笑戲啊 那你為什麼要戴 因為我在家人啊 那你不逢笑戲 你們互相笑習慣了 沒關係 那為什麼出家人 為什麼要這樣給你看 這個是本來每個人都要過的 都應該如此的 要解脫 要成佛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啊 不要再學人家 要學佛 學佛菩薩的深口意 思想行為 要反其道而行 這是最高的智慧 不隨順世間法 哎呦 現在穿緊的 我要穿緊的 哇 現在穿 燙頭髮 我要燙一下 現在眼鏡是 我這個眼鏡現在買不到 哇 因為都大筐的 我跟他賣眼鏡說 我們光頭戴那個大筐 像青蛙一樣嘛 人家是有 有頭髮嘛 筐大大的 還好看嘛 他說師傅我都沒想到 我說對眼鏡也不是為我們光頭設計啦 他說師傅你這個眼鏡是老式的呢 人家現在是青蛙型 對對對 每個影星都戴這樣 我說對對對 因為在流行嘛 所以各位 我們追求的是永恆的真理 不是隨著世間隨波逐流的流行 所以學佛要耐得起孤獨 不要怕人家講 師傅我吃素 不好意思啦 吃素是慈悲 是智慧 是最fishing的 還有不好意思啦 現在歐美都流行吃素的 但是你會覺得說 吃肉很沒水準啊 那誰在吃肉呢 還有人把屁股直接拿起來吃 把耳朵拿起來吃 叫豬耳朵 哪有這種人 這個人好像不像人 直接把那個動物拿起來 頭把你拔斷 瞎著頭看 把你咳拔掉 這些都是很殘忍的動作 咳的頭拔掉 咳拔掉 咳拔掉 都吃下去 你想想看 那個慘不慘忍了 現在網路還有那個魚 還在嘴巴 哈哈哈哈 然後大家 女生一排 我看還長得不錯 哎呦好吃 活活的小老鼠沾醬油 就咕 因為大家吃 所以我吃 大家都吃 然後沒關係 那你給他想想 這個世界 很恐怖的 人無名 不了解眾生平等 眾生就是父母 眾生有感覺的時候 他認為殺他吃他 是一種快樂 是一種人享受 所以各位 這個雖然一定要有智慧 沒有智慧 你會做了自己很錯誤的決定 而且老實說 今天我看到一個大老闆 開很大的餐廳 我就會替他掉眼淚 他每端一盤菜出來 他將來就要得癌症一次 然後就要刮很多肉 然後又端一盤出來 哇 天啊 那世間人很羨慕他 大老闆大老闆大老闆 賺大錢 有的錢都不怕因果 不怕死不怕痛 那是錢能夠解決 生腦病死癌症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點各位要去思維 不要盲目了 一盲目 雖然很痛 好在我老公很愛我 愛你就可以痛了 老公我為你懷孕生小孩子 然後好在你那麼愛我 所以我還可以忍受 那天有個女生來跟我講 師父 我真的很痛苦 我說你什麼痛苦 我已經生三個小孩了 我說哇 你還真厲害 但是我老公不高興 為什麼 沒有生男的 然後我現在還懷孕了 我很擔心 我到底如果是女的 要不要把她拿掉 如果是生男的 我搞不好我老公會更傷心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說你這個笨女人 為了你老公 你要把你肚子小孩殺掉 如果她是女生 我不得不這樣罵 這個叫金剛怒目 不然她 她認為 因為她還在考慮 要不要把那個小孩子 剁掉 剁胎 剁胎是殺 殺 而且不是一般的殺 各位你看過的剁胎 把她頭捏掉 手腳都拔掉 一堆 那個太痛苦了 為了 為了你老公 要男生要女生 我說你不能有這個想法 這是你的兒女 男生女生 都是你的親骨肉 你不能為了說 你老公要 要男生 你就把女生 殺掉 剁掉 各位 一個會殺人的男人 你愛他嗎 以前我們都做這種事 所以沒有懂的佛法 那我們真是可憐 為什麼每天拜佛 哎呀 佛啊 感謝你告訴我 不然我們下地獄 我們製造了無量 我們連爸爸媽媽都會殺死的 但是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 歸一三寶 聽聞佛法 我們知道了 知道了我們 懺愧心 我們還要 積極幫助他們 所以各位學佛快不快樂 真有意義 不能說快樂 很有意義 但是以前是痛苦的 現在雖然還一樣痛苦 但是很有意義 所以各位你看到我們出家人 有時候我看到各位 還覺得 忙什麼 忙得上班賺錢 把生命都變成錢的奴隸 終於買了一個殼 叫房子 那可能你要花了幾十年的功夫 除非你有一個有錢的老爸 那是你上輩子修來的 不然 真的沒意義 因為等於你房子買好了 兒子生好了 你老了 生病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一直想 行聲波羅波羅蜜都是 就是 就慢慢的去分析 一個一個一個打開 你就馬上說 老公你先去出家 我愛你 你去吧 兒子你也趕快出家 媽媽愛你 所以為什麼 世間很苦 我愛你 不然我們的愛 哪裡是智慧 是這種自私 你陪著我 我死的隨便你 我管你去死 我希望我死之前 不要孤獨 不要寂寞 有人陪我就好了 這是不是很自私 這是不是很無情 只管自己 不管別人生死 所以有時候我們生下小孩 生是一種痛苦 你幹嘛把他生下來呢 他好苦 不讀書也不行 不上班也不行 讀書上班賺錢 要面對老病死 因為我們把他生下來 這個世界多了一個流浪 一個痛苦 你把他生下來 你又沒給他佛法 他每天在吃肉 每天要打麻將 每天要去唱歌跳舞 他準備要下地獄的 是因為你把他生下來 又沒把他教育好 你要製造一個地獄 因為你把他生下來 所以各位你要一直思維 所以我要怎麼辦 沒關係 好在我們聽到佛法了 那我們要開始冥想對法 人可以下地獄 也可以成佛 放下圖道 立地成佛 馬上都可以改變 所以我以前來馬六甲 我是做旅遊業的 我來馬六甲 大概不會做好事的 那現在我來馬六甲 做好事 海邊放生 不是去吃海鮮 所以不是在晚上 如果這個是卡拉OK 找女人 因為人家出來 就是要花錢要玩的 現在改變了 很有意義 所以我想各位 你也不要後悔過去 但是不要再重複過去 但是不要再重複過去 過去的錯 成為我們的精進的動力 這樣就好 但是千萬不要重複過去 所以曾經有人問我說 海盜師傅 你身上有你太太跟小孩的相片 我說沒有 你要觀音菩薩嗎 我有 我不會留著相片的 這不是無情 這才是友情 這樣對他們只有好處 如果我身上還留著 哪一天不小心東西 這誰的 我老婆 小孩 我曾經留我爸爸媽媽相片 我一直留著 天天感恩天天拜 各位最好要拜 拜佛 拜法 拜生 拜爸爸媽媽要拜 拜現世父母要拜 拜歷代祖先要拜 因為要學習感恩 但是知道自己 什麼是正確的 你一定要抓起來 什麼是不是正確的 你要放下 你不能打折扣 這樣以後你才看得到智慧 這樣以後才有真正的慈悲 簡單的說 學佛要我們完真的 你才會看到圓滿 不能說把佛法 把佛教當作一種依賴跟信仰 偶爾去抽菸喝酒吃吃肉 偶爾來 忍悔是 你必須把那些錯誤的思想行為 現在就要放下 錯誤的思想 就是剛剛講的 念一下 我質 貪心 稱慧 愚痴 傲慢 忌妒 懷疑 種種種種這些 煩惱 這些是不能有的心態 不能用這種心態去講話 去做事去面對別人 因為那就是在造惡業 有了貪嗔痴 身口意所造的業都是惡業 這個惡業會讓你很痛苦 還是下三惡道 不能脫離輪迴 那現在我們轉邪為正歸三寶 歸佛 不能用貪心 要用佛的菩提心 歸法 不能再於此執著 要佛跟我們講的 念一下 身性因果 體正空性 一方面懺悔 一方面持戒不失 又能夠淨化自己 這叫歸法 歸法是什麼 念一下 諸惡魔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意 是諸佛教 佛的教法就是法 歸法 所以不能再傷害眾生 直接或間接 所以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不能殺生 不能殺生 一點都不行 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賣魚粉的 賣燕窩的 都不能做 都不能做 賣釣具的 賣魚肉罐頭的 這個都不能做 因為這些都是 你為了賺錢 但是有傷害到眾生 你說我不是老闆 我只是會計 這個錢是賣眾生的肉來的 賣父母的肉來的 你沒有共業 因為你是幫兇 所以也不能做 所以有時候 學佛要去了解 什麼可以做 諸惡魔作 所有傷害眾生的 或傷害自己的 都不能做 眾善奉行 所有的好事幫助眾生 都應該去做 不能考慮金錢 不能考慮什麼 再來自盡其意 那就是說 身心因果以後 那你要思為空性 更圓滿的是要發起菩提心 心要變成圓滿心 這個叫規法 再來念一下 規身 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何難慎重 各位你要有 同理影響力 同理眾生 的能力 佛菩薩成為眾生的歸一處 大家都拜觀音菩薩 大家都拜上司 大家都拜地上王菩薩 那你要怎樣 那你要同理大眾 那你要怎麼做 來 忍辱 慈悲 善巧方便 那你才能夠同理大眾 而且別人都相信你 因為你不會害人 你慈悲嘛 最重要的是脾氣要好 所以要歸身 要學出家人這樣 出家人更要如此 你要守戒律 不能貪財 不能好色 不能愛生氣 要能夠引導別人做好事 老實說我每天做的都一樣 勸人放生 吃素 做煙供 點燈 食供養下屍 講了一堆廢話 我每天做的都一樣 跟我在一起的都很神神道道 鬼講講一樣 那是因為我說對不起 因為對象不一樣 內容一樣 所以有時候看電視 海盜法師又講一樣 我還是跟他解釋 對象不一樣 難道你今天念阿彌陀佛 明天要換一個佛嗎 每天要念一樣 但是我們一起慈悲就好了嗎 但是所以各位要有那個 影響眾生的能力 因為你要普渡眾生 歸身 要學觀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普渡眾生 同理大眾一切無愛 河南盛眾 河南就是帶著眾生去朝聖 去拜觀音菩薩 去拜阿彌陀佛 那我想每天你都 要念三歸一 然後呢 讓自己身口義不離開這個三寶 所以剛剛講的 歸一貪嗔痴 歸一自己的我直想法 你會造業會受苦 歸一佛法身三寶 身取正確的思想行為 你身口義不但不會造業 各位會去做義工 會去幫老人院 會去施死等等 那你就可以脫離三界六道輪迴 將來也成佛 那請問各位 你要選貪嗔痴還是要選佛法身三寶 對 選三寶不要選三毒 對不對 所以你要唾棄三毒 回歸三寶 那身口義要斷惡修善 然後呢 要脫離輪迴 更要慈悲 帶離六道眾生 脫離輪迴 好不好 所以要勸人念佛 勸人發佛菩提心 各位要很努力 很努力 勸人家 利用你工作的機會 任何機會 拿給他佛經看 拿給他考通影片看 然後呢 你為了要讓別人學佛 你要被尊敬 被相信 所以你的身口義 你的道德 要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不然別人不相信你 最好的方法 如何讓別人很快相信你 穿這一套衣服 人家問你師父 他馬上就相信你了 因為你是師父 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可以馬上給他講佛法 因為他問你的是佛法 所以佛陀非常有智慧 非常慈悲 他保留這個外表 而且釋迦牟利佛說 你放心 任何人出家了 佛陀以他的百豪像的功德 讓所有出家人不缺錢 所有出家人衣食無缺 這一點請注意 不要覺得出家人需要錢 出家人也不需要為任何錢 去做任何事情 出家人最重要的就是 帶著眾生離苦的洪法 出家人就說辦放生 是希望以後各位自己去放生 各位自己組成團體 我們引導 就像我跟我說 我給你餅乾 以後你天天自己買餅乾 餅乾可以變嚴供 超度多少時候 餅乾可以給老人家 可以小朋友 餅乾可以給這些動物 可以給魚吃 那我們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引導別人 我們只是一個媒介引導 而不是說 佔有者給我給我 那像我們今天 這個叫什麼 來 半天佛學院 就畢業了 所以我們以前辦的叫 星期佛學院 就辦禮拜六禮拜天 我也是星期佛學院畢業的 禮拜六禮拜天 我就去師父那邊報道 從早到晚打坐 思維 然後就每天 一下班就去 所以我們 馬六甲有一位看部 什麼叫看部 看部 看部就是教授博士 我們看部還會講中文 是吧 大家鼓掌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校長坐在這邊監督了 因為一個地區 就會有菩薩 菩薩 法師 不多 不多 一位兩位 特別是男眾的 看部 革系 法師 很少的 他帶著我們學佛 給我們講課 所以各位要很尊敬看部 因為他們讀了一輩子的佛經 修行 佛學院派他們出來 去弘揚佛法 那當然我們 除了接受佛法 我們都要去 護持所有出家人 的修行 我們漢人比較有福報 吃得好住得好 吃一頓飯好多錢 我在印度 我護持色拉茄 他們一天 一天三餐 吃多少錢 一天三餐 你們馬幣 兩塊錢 到兩塊半 十七塊台幣 一天 因為他們人多 三四千人要讀書 中小學要讀十一年 他們還要讀格西 還要讀二十一年 合起來三十二年 成為一個格西 成為一個看部 然後再分配到全世界去 弘揚佛法 還要學語文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佛法才可以 弘揚出去 因為現在只有他們 這麼認真 我們都不要 各位把你兒子布施來 好不好 讀佛學 不要 我要他結婚做董事長 所以漢人慢慢慢慢就 沒有法師 我也是外地人 還跑來這邊一下 所以各位要了解 能夠聽佛法 那是我們的福報 所以各位要看佛經 修行 一有問題 問康布 問法師 這怎麼修行 怎麼改變 怎麼進化 好 那這邊拿一張紙給我 我們佔言法師 從剛剛到現在 在往生排位 四方法界超度 唸了什麼 來 地藏經三部 三部呢 一般人唸要六七個鐘頭 法師已經唸了將近四千部 很熟了 倒背如流 再來 地藏名號五千遍 地藏佛 還有 地藏菩薩心要送三十六部 隨喜 讚援法師慈悲啊 所以我在裡面隨便講就好 他就超度完了 因為法師就在那邊了 所以我講話不打草稿了 我本來要講經說法了 然後就忘了 那是各位呢 問題是我 我不想要離開佛法 我連每一個想法 喝個水都不想要離開佛法 要有佛法的思維來喝水 要有佛法的思維來面對一切事情 哪一天生病了死亡了 佛法的思維是什麼 你知道 懷著菩提心 而生而老而病而死 就這樣就好了 那講到菩提心 那裡面就很多內容了 要深信因果 要有出離心 要有大慈悲心 要了解空性 要如何善巧方便 還是度眾生 這個都是我們要研讀的 只是有一個關鍵 我剛剛講了 當你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你要 如果你了解阿彌陀經 或是無量壽經 那你要把自己 馬上承擔阿彌陀佛 四十八大願的任務 讓自己跟阿彌陀佛的 身口意願力和為體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個就是念佛的意思 這個就是金剛秤 金剛秤不是說 藏傳叫金剛秤 藏傳是小秤 金剛秤是動機 心態 所以我去泰國 有個安那波川經 那個是金剛秤 他們在念的時候 所有諸佛菩薩進入眼睛 所有的經典 整個身體 變成跟三寶的中和體 那就是金剛秤 原來泰國也有金剛秤 所以我想的是動機吧 動機你的念頭是什麽 那為什麽要金剛秤 因為我希望能夠快速的 幫助所有眾生離苦 所以我必須快速的跟佛 當下有佛的力量 有佛的功德 佛的身口意 所以在修儀軌 在送地藏經 就像我們佔顏法師在那邊念 那就是地藏菩薩在這邊 為所有的十方法界六道輪迴 以地藏王菩薩的力量 超度他們 所以我想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 你能不能一天念三部地藏經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為什麽不念 可以啊 我以前認識一位菩薩 認識一位菩薩 好 沒事 她的婆婆 得癌症 她怕她痛 她來問我 我說妳要送地藏經 送地藏經可以消業障 因為她說她婆婆得癌症 結果她多厲害呢 她一天念七部地藏經 就一直念 所以她婆婆 從生病到死亡 都不知道什麽叫痛 醫生都問我 怎麼會不痛 跟她講話都有臭味 裡面都爛掉 她怎麽都不痛 我說為什麽 因為她有一個孝順的媳婦 為她每天念七部地藏經 找不到了 找不到這種媳婦了 後來她婆婆 然後往生以後 她已經吃素了 所以她先生 妳整天去婚禮大 就出家了 太快樂了 不然天天在為她先生賣檳榔 她也賣得很痛苦 然後這樣她就出家 出家更認真 因為她婆婆的事情 對我也很感應 專心送地藏經 不用打止痛劑 不用吃止痛藥 不會痛 我去看她的時候 她還眼睛很亮 拿著紅包 講不出話 供養我 醫生在我旁邊 還是問號看著我 怎麼不痛 我說這個就是佛法 不是你一個分別的知識 所謂醫生能夠了解的道理 所以我也是因為地藏經而出家 我送地藏經跪著 回向我媽媽 我媽媽就不痛了 所以我就發院出家 念的時候講就不痛了 我們台灣有一個很出名的 小兒科 胃腸科 兩個的主任 她得到胃癌以後 痛到沒辦法 送到美國最好的醫院 又醫了 一年又沒辦法 也不會死 她終於回到台灣 求死 那時候我們會去講她 離她住的地方很近 她就叫她的弟妹 來我們寺廟說 這邊也沒什麼方法 可以讓她趕快死掉 因為她的這一位長輩很痛苦 那我呢 剛好我坐在那邊 我就拿一部白畫的漫畫的地藏經 我說這個小野藏最快 我師父說 她現在很痛苦 然後她就拿回去 她不可能讀了 是你要讀給她聽 各位這要學 以後你媽媽生病 你學佛啦 她沒學佛 她有點痛 你就把經文打開 最好是她聽得懂了 唸給她聽 結果這一位 回去唸給她那一位長輩聽的時候 她隔天來跟我說 師父啊 不可思議 我唸你給我的那一本 唸了兩個鐘頭 她都不痛 她那時候沒有痛 我唸完了她還叫我說 她說等一下再唸喔 我說你還要唸 結果沒三天 她安詳往生 後來她這一位 女眾啊 也是因為她是 因為這位醫生很有錢 她所有錢都給她弟弟 她是她弟弟的太太 所以她對她的 這一位長輩很感恩 她所有錢都給她 所以她很虔誠的 都來寺廟啊 來念經 我說這比醫生還偉大 醫生可以依人家的身體 依不了自己生老病死 但是呢 佛菩薩的力量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來念一下 來 那麼大願地藏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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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藏王菩薩有幾個很重要的咒語 第一個就是地藏王菩薩超度三惡道的咒語 念地藏王菩薩的名號 兼這個咒語 第一鬼道出身道 超度 念一下 來 來 這叫地藏菩薩超度咒 超度心咒 那各位你只要看到動物你也要把它念 希望它趕快脫離動物的果報 看到一隻死的魚 如果你忘了 歐親世拉早 歐 那就念南無地藏王菩薩 還有一個地藏王菩薩的滅定夜 各位就知道了 歐 他已經在痛苦了 他已經得癌症了 他已經在地獄了 要請求地藏王菩薩消除他的 現在的痛苦叫滅定夜真言 大家都會來 歐 只是我們念咒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按照正式的發心 我要跟地藏王菩薩發同樣的心 就是菩提心 所以我要跟地藏王菩薩 承擔地藏王菩薩的責任 那最好能够观想地藏王菩萨在你头顶 或是你变成地藏王菩萨 然后嘴巴念了地藏王菩萨咒语 心里面放出了地藏王菩萨的光 咒语的光 种子字的光 那以后各位如果愿意进一步学 那我们堪布在这边 他们有很多的灌顶 四倍观音灌影 地藏菩萨灌顶 度母灌顶 那如果你愿意去学 那你就很容易 用地藏王菩萨圆满的力量 去帮助对方 还有一个地藏王菩萨心座 来 那这些同样各位在网路查都会有了 但是如果你 你虽然没有正式灌顶 但是你跟着念这个咒 但是你有随习功德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 那你能够帮助别人帮助自己 哪一天你愿意跟地藏王菩萨合谓一体 那你能够去接受 深口意的灌顶 那就代表你跟地藏王菩萨无有分别 这个是很伟大的 你愿意做阿弥陀佛 你愿意做本师释迦牟尼佛 你愿意做大威德金刚 那是很伟大的 不是一种我想要得到很多灌顶 然后灌灌灌灌 这样 而是你愿意去承担 你现在愿意承担整个马来西亚的生死的责任 六道的众生 这个叫你愿意去承担 那叫灌顶 灌顶是受戒 受戒 不然门口挂一个财神灌顶通通来 为什么我要发财 财神灌顶是我要散财 不是我要发财 我要做财神去给别人发财 你要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大家一步一步来 好 所以今天我们法会即将圆满 谢谢大家 那等一下我们要到外面回向 如果你要先回家也可以 那也感谢我们慈悲的康布 陪我们那么久 那等一下法会统统圆满了 念完了各位再进来 拿一朵花回家好不好 这个花你拿到你就吸一口 那你就会变成很舒服很奇怪 奇妙这样 然后你也给家人吸一口 然后外面如果还有结缘品 包括香饼干 各位就拿一盒回家 刚刚他们拿一盐贡 不知道还没有再买过来 不过各位多照顾乌鸦好不好 所有鸟类 所有蚂蚁好不好 所有的海里面的 这些小虫鱼 因为佛陀说 不杀生又死死 健康长寿 可以把这个功德 多给回向给别人 好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陆花苏 海陆花苏 红花香点 11月20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1月21号星期二 下午2点 马来西亚居然柔佛 慈悲甘露诗诗法会 11月22号星期三 达摩祖式圣诞 下午2点 马来西亚 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幼拱 即慈悲诗诗超度法会 11月24号星期五 下午2点 马来西亚柔佛 立明达小学冷气礼堂 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药贡 即慈悲诗诗超度法会 11月25号星期六 放生功德日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达摩祖 训诗华文小学礼堂 心灵讲座 与佛学问答 11月26号星期日 药师如来书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下午2点 马来西亚 八珠八侠龙工业区祭奠庙 道蒙生诗诗法会 11月28号星期二 总科巴大师诞成 莲花生大事 入葬纪念日 即印画日 贤结千佛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马六甲 陆业园八观灾界 11月29号星期三 祈天大圣圣诞 下午4点 马来西亚 马口森美兰 圆景酒店 佛法开示 护生 点灯 供水 祭慈悲诗诗法会 11月30号星期四 上午9点半 马来西亚 慈悲护生会 护生园 咽供及放生 12月1号星期五 念行结千佛 下午4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海淘 法师生命基金会 慈悲佛法开示 12月2号星期六 念阿弥陀佛 持在储罪200节 下园水观大地圣诞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海淘 法师生命基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坡海淘